就看到这个卢拉的句词 非常有趣 大家看到 它几乎是一种 碎碎念 murmur的一个概念 有没有 因为在台湾不停地碎碎念 我听给大家听 第一个 巴西缺席重大世界决策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巴西回来了 然后开始了 每天晚上我都会问自己 为什么为什么 这些国家必须以美元结算 为什么不能是人民币或其他货币 为什么为什么 这到底谁决定的 为什么全世界要用美元 为什么不是人民币 作为全世界兑换的货币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货币 为什么中央银行一定要买美元 为什么我们今生国家 不能用自己的货币 来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 我们什么都没有 有的就是耐心 耐心呢 中国人一定懂耐心是个什么东西 我知道大家长久以来习惯使用美元 我想21世纪了 我们可以做一点非常不一样的事 大姐 碎碎念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可见他心心念念 在这个场合当中 你看到台下做了这么这么多的人 这么重要的场合 他几乎是一人的内心独白 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件事 其实从24世纪大人之后 美国一直是有计划的在布局一个 所谓现在我们最常讲的叫做美元陷阱 就是从原本的布列登森林协议 到后来的尼克森震撼 然后到最后的这个1970年代以石油这个油源 把美元变成油源 用美元来进行这个石油的定价 其实这些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用美元把全世界都绑架了 所以现在世界的贸易都要靠美元 所以美国不能倒 谁都可以倒 就是美国不能倒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就掌握了这个世界金融 跟这个贸易的霸权了 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所谓的美元的神话 跟美元的霸权已经在松动跟瓦解当中 当然这中间包含了很多美国过去 利用他这样的霸权去欺凌 他看不顺眼的 或者跟他不对盘的对手 动不动就把人家踢出Swift机制 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去打击这些国家 这种就是一种存亡齿寒的效应 虽然现在刀还没有割到你的肉 它是割你隔壁那个人 可是你看在眼里就会想说 等一下哪一天会不会轮到我了呢 所以其实大家对美元的这种不满 跟希望能够重组 这个世界金融秩序的这种想法 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认为其实 为什么最近才开始有风起云涌的 这些效应是从俄乌战争开始的 因为俄乌战争 美国从事故技 他认为他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打击俄罗斯 可是他殊不知 俄罗斯是世界上重大的一个 是一个大的贸易国家 它不是伊朗 它不是北韩 它是俄罗斯 它是一个大的市场 对 很多人吃了美元的亏 对 它是一个大的经济体 资产被没收 但是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鲁拉在这个场合当中 你看到如果是一般的领袖的话 可能讲个两三句 大概就够 而且这个去美元说实话 算是一个敏感议题 对不对 这个鲁拉过去我们看到 他也算是美国的受害者吧 对不对 他的入狱跟美国脱不了关系 所以在这个场合当中 他几乎 你看到他算这样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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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得出他心中的急切 或者是说听得出心中 很多人说是一种 复仇的声音 修芳你看 美国怎么控制中南美洲 对 他是怎么控制他家后院的 说到外面有人评论者 说得非常好 美国听美国话的 就算你是独裁者 你都不是独裁者 不听美国话的人 你就是独裁者 美国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控制跟掌控 过去长期间 这几十年来 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 可是最近你会发现 美国对中南美洲的掌控权 已经开始逐渐在动摇了 而且大幅的流失它的影响力 所以这当然就会影响到 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开始一个一个出走 就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在降低了 所以对鲁拉来讲 他跟美国薪酬就更加起来 不管为了国家大义 或者是为了个人恩怨 他必然希望能够在他的任内 把这件事情做一个调整跟改变 那更不用提到说 现在巴西的前任总统 刚好成为了金砖国家银行的行长 这对巴西来说 他当然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过程 让巴西能够一跃成为 这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俄乌战争之后 你会发现美国对于像中东的 波斯湾的这些国家 包含美国对于东协的国家 包含美国对于这个南太平洋的国家 包含美国对于自己的中南美洲 它的控制力都在逐渐大幅的流失当中 而挑战美国霸权最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去美元 对 因为事实上这些国家 犯不着跟美国打仗 所以但是当他一旦去美元的时候 这就很明白的告诉美国说 我不愿意跟你站在一起 因为只要去美元的国家越多 这个骨牌效益一旦形成 虽然现在美国仍然占世界贸易的使用的 比例大概超过五成 可是这是一个骨牌效益 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转变 也许明天美国还是一样 可以美元独霸全球 可是接下来五年十年 美元还能够维持这样的荣景吗 当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美元的对于这个过去长期来 所谓的美元陷阱 已经逐渐在瓦解了 对 好中巴之间在这个三月就已经宣布 双方的贸易结算改用这个本币 用这个人民币 那当然借由这个罗塞夫优势 所以你看到未来是推动整个金砖 这个国家集团之间的这个去美元 也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现场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鲁拉的薪酬旧恨 所以在这个现场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起一些 不愉快的回忆还是怎样 有没有 所以这种领导人的谈话 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 大家知道他去这个大陆之前 他胜选没多久 就到这个白宫去跟拜登见面 不过当时两个人只谈了20分钟 时间非常的短 那他不但在这边讲了一大堆的去美元 问了一大堆的为什么 其实为什么他想讲的是什么 美国霸权 对不对 他想讲的就是美国霸权的一些受害者 他还去华为参观 那当去华为参观 大家知道了 这个美国打压这个华为 制裁华为的战争还没有落幕 所以呢也被认为这个行动呢 会激怒美国 但是他在乎吗 亮哥你怎么看 他还去了这个比迪亚 跟比迪亚的这个企业会面 比亚迪 那这个彭博就说他会惹恼美国嘛 那巴西的外交部长说 访问华为不应该被视为挑衅 既然总统访问其他国家 他就会访问这个国家的公司 还特别拿出来解释一番 这个卤拉不是用感冒为由 拖延访大陆嘛 对不对 肺炎嘛 很多人都认为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美国特别把那个 博士纳罗送回巴西 就是他的对手 对对 而且博士纳罗在任内 把博拉本来跟中国大陆 躺好了所有协议全部推翻 事实上2015年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大概已经跟巴西 躺好了那个跨洋铁路 从秘鲁要盖进巴西 有一条很长的铁路 那博士纳罗一上来就推翻了 那博士纳罗还开放枪支 那所有的警察 退役军人 都是他的后援会 所以我讲白了 博拉自己的生命要注意 因为他的政敌 巴西现在涌枪的比例有20% 而且有枪的人 大部分是支持博士纳罗 那美国就选在 就是这个时候把博士纳罗送回巴西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在 把这件事情搞定 然后才飞到中国大陆 那他当然知道背后是谁 包括他坐牢 包括他的政敌 谁在支持 这个坦白讲就是辛仇就恨 包括他本来就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事实上华为 已经在巴西大概投资21年 他已经经营很久了 所以你这样去扯华为 那表示彭博根本不知道 华为在巴西的实际状况 他事实上在2020年就投资了一个8亿美元的厂 所以本来就在巴西 是鲁拉希望能够更多的 能够把中国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业 把它引进巴西 因为巴西是极少数对中国粗糙的国家 事实上沙特阿拉伯跟巴西对中国都是粗糙 这种国家很少 所以他就会去想 就是我出超 所以我赚到那么多的人民币或美元 我要怎么样好好的来买中国的好东西 他当然会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他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 我觉得他向中了两家 一个是华为 一个是比亚迪 就是希望能够到巴西做比较广泛的投资 那他后来也接触了国电集团 国家电力集团 因为巴西就是有一些电厂 事实上中国大陆以前也盖过 那他现在可能还要再加上核电 然后我认为这是大概要签20个协议 而且事实上他有一个动作是完全 就是对着美国干的 就是他来之前就宣布 他的贸易要用人民币结算 这个更大的冒犯 这个比华为严重百倍 严重百倍 那我认为他目前光是大概几项 贸易大概就将近900亿美元 就是铁矿大豆玉米 所以我认为未来很有可能他会起这个头 就是把大众物资铁矿 然后另外两项就是粮食的部分 用人民币结算 那这个会起个头 如果沙烏地阿拉伯那边还把部分的原油 用人民币结算 那这样大概就已经开始联动了 就是未来我们讲的这个贵金属 就是矿物 然后还有能源 然后还有粮食 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 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是很大的威胁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